暗物质是一种复杂的暗物粒子体 最近的计算表明 太阳系和地球周围的暗物质密度 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光环密度 地球周围的这种暗物质粒子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暗物质粒子的光环 也有人提出暗物质 可能是由奇异粒子的等粒子体组成 计算机数值模拟表明 复杂的等粒子体 可以自然地自发形成稳定的相互作用的螺旋结构 类似于有机生物体中的DNA 有人提出这些等粒子体细胞 在这个星球上经过了40亿年的时间 进化为了更复杂的等粒子体生命形式 在地球的黑暗生物圈中茁壮成长 换句话说 有一个木星大小的暗物质粒子光环包着地球 而木星相当于1000个地球 而这个光环的形状和体积是动态的 这主要是由于地球 月亮和太阳之间的三体引力相互作用 电弧放电将在暗等粒子体运中 自发地产生等粒子体细胞 这将使地球的黑暗等粒子体光环孕育出一个 由最小的黑暗等粒子体细胞系统组成的黑暗生物圈 在地球超过45亿年的历史中 它将演变成更复杂的黑暗等粒子体生命形式 基于我们海洋的生态学 在这个巨大的等粒子海洋中 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深度 在顶部 简单的生命形式 如浮游生物茁壮成长 在较低的层次 存在着以这些浮游生物为时的鱼类 在这之下 是以鱼类为时的大型海洋捕食者 类似于乌贼的等粒子生物 会利用气体的喷射来推动自己 有的种类可以长到几公里宽 因此 等粒子体生命形式 基本上漂浮在海洋形的黑暗等粒子体大气中 估计黑暗生物圈的体积比地球大1000倍以上 此外 这些生命形式中的大多数不必局限于地球表面 因此 等粒子体生命形式和人类之间的相遇是极其罕见的 另外 这些暗等粒子体还可能来源于有陨石 小行星和彗星携带的暗等粒子体云 如果暗等粒子体生命形式是可能的 那么从逻辑上讲 它们可能是宇宙中最常见的生命形式 比碳基生命形式普遍得多 因为暗物质在已知宇宙中比普通物质多6倍 目前人类还处于进化的最初阶段 未来我们会进化成这种等粒子生命吗